嗨,大家好,我是熱獎 今天是熱獎相談事的第二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我在日本是怎麼面對歧視 其實有很多網友常常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相信也困擾很多在日本 不論是打工還是工作的 或是學生 那就希望可以透過我今天 自己怎麼分享這個心態轉換的過程 可以幫助到大家 但作為學生這個身份被歧視的經驗 感覺是沒有 但是作為社會人這個身份被歧視的經驗 倒是真的不少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 他們從學生到社會人的轉換 象徵著你必須符合社會的期待 或者是他們會用更嚴格的標準去審視 你是否有達到社會制定的一些規範 所以在你還是一個學生身份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在學校裡面啊 或是參加社團 你可能不會感受到太明顯的歧視 但是當你成為一個社會人的身份的時候 通常不太會分國籍 大家會在你身上套上一個 社會人應該要是這樣子的模板 當然說這個身份不論你是打工店員 還是說你是工作人士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就是會少了那一份寬容跟包容吧 那以我自己打工的經驗來說 我就曾經因為日文念錯一個音 然後被日本客人丟筆 然後我身邊的中國的同事 他講著一口非常非常流利的日文喔 就是我的日文能力完全不吉他 他很厲害 但是他那個時候被日本客人笑說 你真的懂禁語的意義嗎 你根本就沒有尊敬我吧 你這個臭中國人 這樣講他 那我那個中國同事非常的大量啦 就是 就是還是一樣對他講禁語 就笑笑的也沒有回應他 那還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相信還有人有更不好的經驗啊 或者是有一點點被歧視的感覺 那就跟大家分享我是怎麼轉換這些心態的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階級 有階級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歧視 因為每個人從小到大生長的環境都不同嘛 那環境跟教育會影響你的思想啊 跟處事方式 看我們台灣只有大阪到東京的距離 我們就人有千千萬萬百種 那日本更大甚至是不同國家 那他們的標準可能就會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或許沒有辦法改變別人跟要求別人 但是我可能可以改變我自己 那就像剛才說的 其實每個人生長到大的環境都不同 日本人的標準也跟我們不同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去適合理解他的行為 或是他的背後意義 包含對日本文化的了解啊 對日本社會的了解 但是有很多感受是 我覺得你是必須有了幾年之後 才能去頓悟那個感覺 那舉個我自己的例子 我以前大學的室友是香港人 那那位香港同學他都是跟我講中文 那那個時候的我沒有出過國 我也沒有交過外國朋友 而且我甚至不知道香港人是講廣東話 那位香港的室友在跟我講中文的時候 我也理所當然的回應中文 而且那個時候的我認為 他的中文的表達能力跟理解能力 其實都跟我們中文母語者一模一樣 可是其實像我講話是比較快的那種 那我也會覺得他應該全部都聽得懂 我沒有一個想法是他或許跟不上 或是他可能會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因為有些梗可能是我們台灣人從小到他自己的梗啊什麼的 比如說 我又不能亡這種東西 可能外國人就不知道 那當下的我是沒有發現 用自己習慣的語數來對他講話 我甚至不覺得我們的生活之中 會有一點點文化差異的因子 因為他跟我一樣講中文啊 那個時候的我就是這樣講的 但是這一切其實都是建立在我的經驗不足 沒有國際觀上面 那其實我來日本之後 我看到一些我不會的日文單詞啊 我就會問文章說 欸這個日文要怎麼唸啊 但是文章都會回我說 嗯你為什麼不會唸 那我當下的感覺都是 欸你為什麼會覺得我會唸全部的日文 這個就是 我當初跟我的香港是有發生的一樣的狀況 我就會發現說 喔就是 其實有時候對方他是沒有那個 不好的意思 但是他也不會去意識到 原來我們的環境這麼的不一樣 他講的習慣的每一個語言 都是我們要必須透過學習去理解去感受 才能夠真正的吸收的 所以或許現在的我們認為的一些歧視 或是生活上的不理解 都只是對方無心的誤解 還是他的無心之過 我們可以不用想這麼多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改變自己的心態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這樣在意的話 真的心會很累 那我也想通了之後會去反思說 如果我以前有沒有 無意識的用過高的標準去看別人 會去反省啊 也更能夠知道之後要怎麼處事待人 可是這些我覺得 要是我沒有來日本的經驗 我沒有這樣子出國 跟很多日本人交談 知道 可能不是日文母語者會辛苦的地方 我是不會有這樣子的感覺的 我們會講中文 我們還會講英文 我們甚至會第三語言就是日文 然後我們離開了自己習慣的地方 到了外國 所以現在請你先跟你自己說 你比你想像中文真的還要更勇敢 跟厲害 而且還要更堅強 所以一定要對自己有自信 如果當你自己 對自己沒有自信的時候 當別人真的惡意的歧視你的時候 你是會吃虧的 我自己現在都會抱著這樣 感覺是 老娘不跟你計較 就是被歧視了 我也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確實知道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我對我自己有自信 這樣子就夠了 加強自己的能力是增加自信的一種方式 或許呢你就可以學個新的語言 或者是學個新的專長 或者是我的朋友就有在去料理教室啊 就是花衣教室 各式各樣的才藝 那當然說你培養的這些才藝啊 還是說你把你的時間填滿了 你也會覺得你的生活過得比較充實 就不會去想那些很擾亂人心的事情 當你開始把你的時間真的是填滿之後 真的那些其實都不是什麼問題 對現在我來說 我就是好好的做我自己的事情 然後把我自己的生活過好 那不管別人怎麼想 對我都不太會造成一個傷害 當然說自己做錯事情的時候 自己也要反省跟思考 像我現在有 有時候回去看我以前做的一些事情 會覺得那個時候自己的處事不太成熟 每當我回顧一次 有這樣子的感受 所以我就會覺得 嗯那現在的我可能有長大一點點了吧 那也建議大家可以常常在SNS啊 上面記錄一下你自己的心情 或是寫日記寫下來的時候 當你有時候自己一個人很難過的時候 回去看以前自己寫的東西 可能會獲得很多能量也說不定 那我自己遇到歧視的時候 當然我一開始是非常的憤慨很悲傷 但是從一開始的傷心到之後理解到之後釋懷 現在我已經不太會去在意這些東西了 那今天的分享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跟心態上的轉換 希望可以幫助所有在海外奮鬥的大家 我們一起加油 那2019年祝大家試試順利 我已經講第二次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個影片呢 都麻煩你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鐺 然後接收最新的通知 也可以分享給你所有在海外工作 或者是在海外生活的朋友們 那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我日常都寫在instagram上面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作這樣 roo 電視影片